你们不会以为熊二最好的朋友是熊大吧 伙伴 错 大错特错 什么 伙伴们 难道你们不好奇蛋仔派对中的熊二他最好的朋友是谁吗 我来告诉大家 伙伴们 伙伴们 熊二最好的朋友并不是熊大 众所周知 伙伴们 我们的蛋仔岛上又更新了 来了熊大和熊二 伙伴们 你们看他们站在水池的旁边 再给我们展示啊 有人说熊大和熊二是最好的朋友 错 大错特错 什么熊二最好的朋友并不是熊大 难道你们不好奇 蛋仔派对中熊二最好的朋友是谁吗 我来告诉大家 伙伴们 快看呀 我们打开商店看到了熊二的展示动画 熊二在追光头墙 有人说 熊二最好的朋友是光头墙 伙伴们 不对啊 不对啊 熊二追光头墙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吃蜂蜜 对吧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在熊大出现的时候 他给熊二送了一罐黄黄的蜂蜜 所以啊 有人说熊二最好的朋友就是熊大 熊大给他蜂蜜吃 伙伴 大错特错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注意看 在熊大来找熊二的时候 熊二在睡觉 伙伴们 你们看 熊二醒来之后 他的身上竟然出现了一个蜜蜂 伙伴 难道你们不好奇这个蜜蜂是谁吗 伙伴们 经过我在蛋仔岛找了七七四十九天 我找到了这个蜜蜂呀 伙伴们 这个蜜蜂就是蜜蜂咚咚 所以啊 伙伴们 熊二最好的朋友就是蜜蜂咚咚 伙伴们 他在睡觉的时候 都和蜜蜂咚咚在一起 你们知道了吧 蜜蜂咚咚咚才是熊二最好的朋友